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事访问俄罗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克里姆林光与总统普廷进行非正式会谈 历史四个半小时结束 两人稍后再在晚宴上继续交流 讨论经济及军事技术合作 并将签多项双边协议 习近平形容普廷为亲密的朋友 又只在普廷坚强领导下 俄罗斯繁荣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普廷驻贺习近平再度连任中国国家主席 指俄罗斯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的任务和目标 他仔细阅读了中国有关政治 解决乌克兰问题的12点立场文件 也尊重这一倡议一定会进行讨论 俄方谈判大门依然敞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 对俄罗斯总统普廷发出逮捕令后 如其在本星期展开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 国务卿布林肯在回应时说 这表明中国不认为俄罗斯应该为其在乌克兰的暴行负责 布林肯又说如果俄罗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支持下 自行停火都可能是拖延的战术 警告不要被俄罗斯这些战略行动所愚弄 另外布林肯宣布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欧盟成员国外长和防长在布鲁塞尔开会后 同意一项价值20亿欧元的计划 将在未来12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发弹药 以及补充欧盟的弹药储备 洛杉矶联合学区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未即将发生的工人罢工 导致学校关闭而做准备 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Local 99 代表了约3万名教师助理工车司机 管理员 食堂员工和其他支持人员 他们将参加罢工 这次罢工将影响成为第二大学区的数十万学生及其家庭 洛杉矶市长宣布 如果学校关闭 准备提供安全的场所和膳食 这样学生就能得到照顾 家长也能继续工作 洛杉矶娱乐和公园部门将于明天上午7点半到10点半 提供21个娱乐中心 作为Grab and Go地点 此外 该部门还准备在20个娱乐中心提供课后俱乐部计划 该课程将在大工期间的上午7点至下午6点 对小学生免费开放 名额以先注册先得的方式提供 该计划预计将包括帮助学校作业 娱乐活动 午餐和零食 许多人每天都使用各种水瓶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水瓶竟然比马桶座圈还要脏 最新的研究表明水瓶中寄生的细菌数量惊人 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研究表明如果将瓶子中的细菌数量与其他常见的物品相比较 它们含有的细菌是厨房水槽的两倍 是电脑鼠标的四倍 是宠物饮水碗的14倍 不过微生物学家指出 由于人类口腔是大量不同细菌的家园 用水瓶喝水不会让人生病 只要我们日常定期清洁水平 每天用热肥皂水清洗一次 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就可以减少细菌数量的繁殖 此外挤压式盖子的款式是最干净的 细菌数量是其他款式的十分之一 可以优先考虑选择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期视频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